天心老师 这一波你的春娜花开大爆赚 好好啦 我现在是在想 下一波要赚多少 啥米 老师你赶快剧透啦 想了解吗 当然 看节目咯 欢迎听众好 陪我来到股市甜心的节目 我是品华 现场为你邀请到的是 华冠特股分析师 刘云系刘副总刘老师 天心老师你好 平华好 全国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华冠投股 股市甜心 严系老师 今天来到了4月7号 礼拜四了 一个礼拜的倒数第二个交易日 那么明天就是礼拜五了 看到今天的吧 好啦 follow甜心老师 会比较美丽 比较开心一点 这个波段呢 老师给您的标股 好股是一档接一档 给您的获利是一波接一波 三月份让大家获利满满 幸福满满 把你的资金摆对位置 几米大撒撒球对不对 来 有功有手 让你攻守有据 让你稳健操作 让你屈起必胸的老师 就在这里 三月份高值利率股 长荣 阳明 中红 有没有很好赚 紧接着花开富贵 春暖花开 让你欠钱一直来 台办这个波段短短时间 也快要30个百分点 还有台上科 价差几百块 好好赚 价差一百块 波段30个百分点 还包括了新唐 这个波段也超过40成涨幅 毕竟50个百分点涨幅 以及包括了光洁 还记得光洁 老师在我们的索码里面 直接预告 直接巨头给大家 汇到三位数 白源俱乐部 有没有打证 有 怎么这么的好错 近时的格威 今天股价还在创新高 今天还是拉回的 他还在创新高 这个波段也毕竟 30个百分点的涨幅 老师这个波段 感谢甜心 在那甜心 让我们赚到 满满的获利与财富 该赚的都赚到了 但是老师今天 我还是要帮我们的 投资好朋友来问一下 老师今天大盘指数 刷了超过300点 有一点点 这么恐慌的气氛 来帮助大家一下 有点皮皮刷的 有点点feel了 这里要提醒大家 你一样放在大盘的K线 你来我问大家 今天这根实体长黑 对不对 好我们先来拆解一下 就像昨晚 美国那边出了一个 FED的利率会议的资料 他告诉你 就是最快五月 他要开始缩表 就是升息跟缩表 这也是严席一直讲的 五月升息大家知道了 但是他把缩表的数字 拿出来了 就是950亿美元 每个月 最快五月开始缩表 然后呢 每个月是缩950亿美元 这个是你要先了解的 等于市场的油资 会慢慢被收 好再来呢 再看回台湾 好再看回台湾 最近那个我没空 我没赢啦 这样知道 知道知道 就是人数啊 数字屡创新高 对不对 应该是说休假回来 休假这几天回来 屡创新高 那其实我这里要提醒一下 我问一下品话好了 好 你觉得这一次的数字 又在创高了 但是你会恐慌程度 像去年当时五月 爆出来的时候的样子吗 其实不会耶 我觉得刚开始那个时间点 比较恐慌一点点 其实现在后 我们政府就一直告诉大家 是叫什么流感化 那只是说后流感的人又变多了 对的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后 不要太扩大解督 我喜欢后 经济的事情归经济的事情 你讲回来就是什么 缩表升息的问题 再加上后对岸上海封城的问题 好那但是后 你现在有订阅颜希的 YouTuber的好朋友 我放在大盘的K线 好 我带你一个想法出来 好的好的 这样你了解 来你看一下今天是实体黑K 我们就很简单的技术分析来讲 实体黑K跟像这样后 有流长下影线的K线 哪一个后是比较重叠 比较重叠是宰吧 实体黑K呀 有没有 这个要基本嘛 这个你要了解实体黑K会比较重叠 等于换句话说 你今天看到这根实体黑K 技术分析的好朋友看到就会吓到了 怎样就是乱砍 所以今天有一些股票是后面才砍出来的 就是恐慌性的卖盘是后面才砍出来的 那换句话说 你看到这个大盘就是前面是三月 想要试图站两根脚 两只脚站不稳之后 现在又回侧年线 对 有没有很清楚 回侧年线 那我问大家 你以这两只脚来看 是不是台股就是相形 是喔 其实我记得老师之前就是说 就是一个相形的区间对不对 对啊 相形 大家要对这种K线要很有感觉 你不要再用以前的观念 一定要冲到一万八一万七随便 都不要是有那种观念 我们就是顺势操作 对 没错 顺势而为 对的 我所谓顺势操作顺势而为 你就看三月这一段时间 好 你有没有发觉 今天的实体黑K 只是要回侧 前波延西17号给你春暖花开的低点 有 有看到了吗 有的有的 第一个那个低点先出来了 所以我就告诉你 你今天盖房子也是一层 一层嘛 你要看支撑 你也是一层一层的看 好 今天的支撑 几乎可能是要破了啦 好 那你再看前一个支撑 很简单往这里看 是不是 你现在是不是攻守有据 我说过你最好的准备 跟最坏的打算 在任何时间都要做出来 你才有办法 就是在股市长长久久 当然啦 不要一小坡 就觉得没信心 不用这样 不用自己吓自己了 不用 好 那所以是不是来 我两个低点都给你了 有 好 那现在我问大家好了 前面三月的这两根脚站不稳 又再回来 这叫什么 扩底盘 箱形盘 是 有人说三重底 有人说多重底 都OK啊 我说过啦 拖拖拉拉很好啊 那假设不拖拖拉拉 我问你回的快一点 还是回的慢一点好 回的快一点好啊 当然啦 这样了解吗 我为什么要这样举例 大家先看一下 就拿三月来讲 你记不记得 三月初在这根K线的时候 当时大盘也没有大涨 没错 有没有 你把K线再缩小一点 当时的大盘没有大涨啊 对 可是颜希说什么 我们先放在殖利率的概念 对没错 为什么 你看当时的位阶 我就要你要什么 攻守有据 我们先放殖利率的概念嘛 在这个 因为在这一根K线 你会发觉有一点是转折 我有机会有力道的话 我就会去冲过挑战前高 我要补量 但是如果我没有办法持续补量的时候呢 我可能就是反手下杀取量会比较漂亮 所以你在这个位置我告诉你要攻守有据 因为当时我已经看到大盘未来的不确定性的时候 我叫你攻守有据 有 没问题吧 没问题 所以你看到我三月初我叫你买什么 你就看那个高值利率高的 比较不会赔到哪里 对啦 而且还要让你赚 老师你是让我赚 真的你是让我探结 大盘是回落的 都这样一波嘛 对不对 2014啦 很明显 怎么给那个 2014平常我都很讨厌 结果这一波吓到我了老师 真的 好好赚 不仅避风行又赚到满满的获利与财富呢 好来喔 时间来了 我很喜欢看大盘 来17号是不是在这个位置 有 17号当时在这个位置 你会发觉 为什么延西逼大家赶快来赚钱 对 没错 为什么 其实你要去思考 因为已经是不破前低 看清楚大盘是不破前低 要挑战前面重叠的那一根长黑 这已经告诉你 我已经稍微有力道了 那我说了 该拼的时候我们要拼吗 当然要啊 因为在股市 我说实在 你操作就是要攻守有据 什么时候该买以后防守型的股票 我不会赔太多 对 没错 我不会输太多 我顶多小赚没有关系 是的 可是该攻击的时候 你也有没有权力下去攻击 你也有没有办法有这样的气魄 对不对 所以该攻击的时候 好春暖花开是不是17号拿出来 有的 天啊 延西 你的台办 是 这样一波 你有没有看到就从这根K线台办一波 是 七字头标到九字头 哎呀 毕竟百元俱乐部 再来还有什么台胜科 台胜科 每个价差45个百分点 百分点的奖幅 都快50个百分点 有哦 还有光洁都是春暖花开的 都在里面 我们完全没有投稿演出哦 来 我这里讲一个重点 好 你看到上面四支了 有没有3333超过 有 超过很多 333超过 贱年股有哦 什么叫333来讲一次 333贱年股 已经是三支的股票 35% 35%就是倍数方了 30% 30% 对 我已经超过 已经超过了 再看大盘 我要你看大盘 就从这一波这样上来有没有 台股有大涨吗 没有呗 台股没有大涨 年股你竟然春暖花开就有333了 而且还没有回到三月初的起点点 还没啊 赚到病鬼 早就333超过好多了 我早在今年我就已经先预告了 今天的长辈怎么赚 33333一直赚 一直赚 对 让你赚得很轻松 我这些我都讲过的 我都有记录的 大家都可以回去听 没错没错 每年的赚法我可以不一样啊 当然 重点我还是大赚小赚 一定的都能赚 所以我现在为什么要你一直看大盘 我问大家好了 假设 我说BUT BUT 你这一波没有赚到 这一波台股有大涨吗 没有欸 老师你真的把台股托平一点 我觉得台股没有涨 然后我看K线我学技术分析的好朋友 我觉得台股根本就没有行情 结果你竟然333赚了好几趟 真的 真的 就这样子而已喔 有 那我问你现在又回来了 又要碰前提了 是不是又在预备下一波了 是欸 老师大盘没什么赚 你都可以给大家333 一直赚一直赚 反复赚 老朋友新的朋友就是一直赚 那接下来回落 我真的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点位跟机会 就你用大盘看就好了 所以我说你要有攻守有据嘛 那这里大家要把那个操作手上的股票要分清楚强弱 一定要 假设好了 今天提醒大家一下 假设你不知道你手中的股票有没有前景 然后再来营收好不好 再来订单多不多 那你就直接拨电话进来问 这样好不好 好的 感谢甜心赞叹甜心 跟在甜心身边的就是心态好 欢迎好 好运自然来了 甜心的操作心法 大家要背起来记起来 磕在脑袋里 然后跟上甜心 把钱钱赚在口袋里是最棒的 所以亲老朋友 你看甜心的操作就是这么的稳健 每一个大盘的一个掌势 都有它的一个操作的方法 跟紧甜心 放了甜心 但如果你还不是什么会员 先把甜心的LINE来做加入 把甜心的YT频道来做订阅 你可以不用看盘 但是你一定要每天听节目 一定要把钱钱赚起来好不好 如何将LINE呢 如何订阅YT频道呢 广播来告诉你咯 欢迎你其实回到股市甜心的节目 刚刚在第一个阶段 老师少讲了一个 今天盘是拉回超过300点 你少讲了一个 我们的 抖 抖 抖 抬蓬金吗 抖抖抖抖抖 我们的抖威 今天股价还在创新高 还在涨 还在标位 这么好赚的行情 所以亲的好朋友 很多人会觉得 近期的盘不好做 没有行情 但是你光看老师给你的好股 是一档接一档 给那货率是一波接一波 像这样子的行情 还是可以给你 散散散的股票 你看你们很好赚 这种行情 这些的股票加起来 已经倍数翻了 好几个了 所以亲爱的朋友 来来来 跟起甜心 方老甜心 把老师的LINE来做加入 把老师的YT频道 一定要来做订阅 其实我跟大家强调 LINE一定要加入 一定要 然后订阅 为什么我要大家 YouTuber要订阅 因为之后 只要有新的 新的节目 就像我今天还有新的节目 好 有新的节目一上架 你马上就可以收到讯息 你第一手的讯息通知 对啊 所以就像 节目中有一些 不能讲的 对 可能或者是说 没有时间讲的 我们YouTuber都会讲 对不对 尤其像稀奇古怪 会告诉你产业的未来 有的 我常讲 你就是心态好一点 尤其是像这样回落 照我该才上半场 跟你介绍的 你应该已经感觉到 其实前一波三月 三月后就是 有没有看到了 没有什么涨 真的没有什么涨 你看大盘K线 没有什么涨 结果我们就赚了 一档又一档 那现在不就 只是又回来吗 就不就是一个机会了吗 那你就要去思考之后 要赚什么啊 是哦 其实就是这样 我就是重复后 一直做对的事情 你看一下 你把那个去年的大盘K线 没问题 来大家先来看一下 这是去年大盘的K线 是 我说过了 每一次的回答 有没有看到 有 那现在的时序大概是四月 那你现在看到去年五月 对 那我现在不是要告诉你 去年五月回很深 我只是要告诉你 去年五月是不是回一波 有 那为什么回 就是因为我没空 是 记不记得 有 想一下 去年五月就是刚刚爆出 我没空 所以是急回落 但是现在你看太古 现在是四月 好我没空从去年讲到现在 不是现在才讲 没错 好不好 不是现在才讲 你要确定它的恐慌度嘛 对不对 好那再来你也要知道 今年这段时间 从今年已经开始讲流感话 流感话 只是流感的人变多了嘛 那我们要去了解的 就是升息跟缩表的问题 没错 不就是这样吗 那升息跟缩表的问题 费的也是持续告诉你 有 它都持续告诉你 你会不会记 你记不记得后 往往在事情告诉你的时候 会当下反应 因为市场是潜叠市场 对 它反应比较快 但是真正落实了 哎呦反而就不一样 是哦 所以有时候我就要跟大家讲 回落不就是下一次的机会 这里要记得 我还要再次提醒你 你看后 去年的大盘 对 这一波在五月是回落 回落2500点 回落以后呢 来 我去年是不是给我会员十全十美 无啦 我现在要你把十全十美的股票 看清楚 为什么我叫你看清楚 我问大家好了 3035的资源 是不是去年下半年在做 没错 10月份的时候 老师你竟然可以买到105的 好便宜哦 对啊 我就说我底单就是105 没忘记吧 我说长辈 今年就是长辈长辈在延伸啊 是啊 还有紧缩3189 老师你也是下半年 对啊 也是114块钱左右付钱 好便宜哦 创委 老师你是8月 你竟然有100的成本 有啊 我有100的成本 195的成本 我都很开心啊 今年涨到了333.5耶 对啊 你看就很翻了 你要知道的话 我就是会帮你压底单嘛 好 再来星星 看清楚 是不是也是下半年 是的 也是下半年 也是下半年啊 哇塞 这波段都是倍数翻的骨头 那还有台胜科好了 呦台胜科 是啊 燕熙你去年后 还有150附近的底单 对底单 对啊 所以啦 我今年是不是 不就又告诉你很好了吗 又给你了吗 有哦 春冬花开又给你了吗 有的有的 然后呢 光姐我去年说很好 我今年不是也给你 是啊 现在透露透露给大家 对啊 三位数对不对 为什么你的春冬花开后 有一些都跟去年一样 就是让你从去年赚到了今年 我可以长辈长辈一直赚啊 可以啊 当然可以啊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大家 我问大家 你想要赚价叉还是想要赚长辈 当然是 我都想要 小朋友才选我全都要 好 这个我喜欢 你不要选 因为可以做长辈的时候 我们做长辈 不可以做长辈 像我们三月 是不是一下赚了四五只 是啊 就这个概念就好 所以后怎么行情 你都要有规划 对没错 可是我说过 我生根产业嘛 就是因为 你可能很好奇老师 为什么你可以股票后来回做 老朋友新朋友都是 对啊 大赚小赚都是赚都能赚 我说后你就是把产业看清楚一点 可是把产业看清楚真的有这么简单吗 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 一档股票给你很简单 可是我前面做的功课 前面做的准备 第一点 我营收基本嘛 对不对 好 那再来呢 买股票 有时候你要做长辈股 就像盖房子 你是不是地基要先用好 又要打桩 如果我今天的楼要盖很高的话 我地基跟打桩是不是要深一点 当然 那我先前很深的那个工作 第一点 你了不了解公司赚不赚钱 第二点 你知不知道公司有没有资本支出 第三点 你知不知道公司有没有赴爸爸 你很多事情你不知道我要去知道 这都是环环相扣的 对 这就是前面的工作 所以我常讲 我的认真其实不用在这里讲 不用多说 真的不用在这里讲 你光看我去年的十全十妹 今年 你来 有没有看到 从年初到现在 我是不是资源又再赚一趟 有的 我是不是新唐也带大家赚 不嘛 对 我是不是创文又再赚一趟 有的 不就是都同样的股票吗 对呀 从去年赚到现在 今天有年赚到金虎 这个第一点 相对你在研习久了 你也会变得很了解这家公司 但你变得很了解这家公司 说实在 你已经把功力学在你自己身上 有哦 学在你自己身上好不好 好啊 大家好啊 所以这里要提醒大家 再次回落绝对就是你下一波 大赚的机会 所以想要跟我们稳健获利的 好朋友们 轻松跟上 来亲爱好朋友 跟上甜心 Follow甜心 甜心就是一直来 重点是 在什么样子的位阶 该做什么样子的操作 该有什么样子的心态跟动作 你一定要跟紧甜心的 但如果你也不是我们的会员 先把甜心老师的LINE 跟YT频道来做订阅 来做加入 在节目的最后呢 还是要提醒所有的好朋友们 如果你手边还没有拿到 这份再生能源的产业报告 赶快哦 电话来做播通哦 赶快来订阅我们的YT频道 截图上传到LINE的生活圈 就可以直接让你拥有咯 就是这么简单 节目这样的再次感谢 我们的甜心老师 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品化 幸运甜心 在华冠 荣华富贵 跟着来 沿袭祝全国的好朋友们 操作顺利咯 YT频道的好朋友 明天见咯 拜 本公司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效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紧提供参考 投资人独立判断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华冠投股104年金管投股 新资地009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